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看得到 说白了还是在自己一种脑海意识里 这类人大多是身体虚身体差 容易生病 其实他们属于一种 归类于体质差 招阴人群 才容易碰见那些所谓的阿飘 严格意义讲根本不叫阴阳眼 只能说身体阴虚 容易招阴而已 有了万物之后 诸多生物开始繁衍 人是其中较特别的一种 人可以进步化为仙人 也可以退步化为禽兽 上古时的人与现在的人不同 他们相对来说较为平均 也就是说他们既能看到仙人 也能看到痴媚亡粮 《山海经》中人与神灵非常亲近 这里说的痴媚亡粮并不全部有害 而随着贪欲的增加 人的器官也在逐渐退化 一些本能也就随之消失了 其中以直觉为最快 其次就是视觉 可以观察万物的视觉消失 这并不代表没有神灵或痴媚亡粮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三道九流中的阴阳道将历代阴阳五行 风水像树作为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 因为秦代焚烧坑儒 汉代的霸处百家独尊如数 五斗米道的农民起义团登上历史舞台 取代阴阳教 并以老子为祖师 原本的阴阳教的阴阳师随机没落 大部分在汉唐随日本来华学者东渡 这也就是为什么道教有尊贵的风俗 这是为了寻访原来阴阳道留下的研究成果 现在各种流行小说如《盗墓笔记》《鬼吹灯》 其中都描述了大量寻求古代秘宝 秘术的清洁 其中体现的就是寻找阴阳教的学者研究的成果 那么阴阳眼有哪些分类呢 一 道士岩寿产生的阴阳眼 阴阳眼在西方被研究得很透彻 并且有相近的书籍出版 如《东阳见闻录》等 阴阳眼在道教中占很大地位 在道教中阴阳眼也被称作夺魂眼 因为道教有奴役饲养鬼神的法术 一般静修的道士不会开阴阳眼 开阴阳眼的道士一般都阳寿不多 以现有的阳气开阴阳眼 之后饲养痴妹亡粮等事物 以此来延长自己的实际寿命 这些方法也被叫做降头 公术等 还有一种先天疾病产生的阴阳眼 主要病因是因为患者体内的五行偏奇 或五脏有先天缺陷 其症状主要是没有时间地点限制的 看到一些模糊事情 偶然也可以看到游魂或厉鬼 如果有患有疾病性阴阳眼的人 身体虚弱 阳气损耗过度 阴缘 事业 财运都会很差 一般可以找阴阳师封印阴阳眼 需要按照患者农历生日 在结印册上添加结印 农历三月 四月 五月出生的 需要在结印册添加 木陵玉碧结印 千番团膳结印 碧细结印 农历六月 七月 八月出生的 需要在结印册添加 扶桑散番结印 江草结印 百木镜结印 农历九月 十月 十一月出生的 需要在结印册添加 青竹丹丰结印 西城结印 渡边葵蟹结印 农历十二月 一月 二月出生的 需要在结印册添加 初云安马结印 雨昕结印 枯舟眼疾结印 结印后 女士需要带紫冰银镶嵌的蓝绒精饰品 男士需要带红竹石饰品 之后需要请法师用 影子石 蜜蜡石 玫瑰金 法体盐 赤如林 制作成石碑护身符 放在身边 饰品与石碑护身符和结印册 三种法器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三元风水局 可以在未来三年左右 慢慢彻底封印住 二 牛眼泪影响产生阴阳眼 用牛眼泪可以让人获得阴阳眼 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 因为宗教人士用的牛眼泪 是经过萨满教魔法阵结印过的牛眼泪 魔法阵结印一次需要二十到三十六年 所以不是说随便牛的眼泪都可以 如果把患病的牛眼泪滴入眼睛 肯定会造成交叉感染 三 柳叶影响产生阴阳眼 柳叶擦眼是一些可以观察到 非人的功法的启动媒介 单纯地用柳叶擦眼 并不能观察到什么 如果一般想要见到非人 必须请阴阳师在柳叶上添加结印 或才可以启动 四 佛教天眼是通天眼 天眼指佛教五通或六通中的天眼通 天眼通即能看见众生的生死 苦乐和世间的种种形色 天眼通是佛教徒经过艰苦修行后 获得的一些神通之一 一般需要修行的时间 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 以上就是四种常见的阴阳眼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阴阳眼 不单可以看到阿飘 而且还能看到更厉害的神仙 这类神仙是主动附体到人的肉体上 从而给这种人所谓的神力 比如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阿飘 还有预知一些未来 能治疗一些医院看不出的邪病 或者调理风水等等 他们可以说在阴阳两界随意转换 平常和普通人一样没什么区别 但是有的阴阳先生是在预测的时候 和往常的自己不一样 说话有的会疯疯癫癫 这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神婆身上 这类小万也有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提到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完全属于仙控制人了 有的阴阳先生预测则和平常一样 也看不出没什么不同 即使帮别人破解 也是运用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道具 比如扫把石灰等等 不存在开光物转运链商业物品一说 当然它们被附体的神仙都不一样 有的是被出马仙或者各种仙附体 这类都属于比较低级的动物成精的多 然后附体于人身上 它们的素质也不一样 有的贪钱也有的贪色 它们水平都不一样 有的预测准不会破解 有的只会致邪病 再说一种就是被真正的大神附体 这种人就叫天上有份 可能过于神话 但是还是有少量存在 这样的人神通略大 他们的预测是学不来 也不需要师父教的 但是都是经历过大灾大难 大磨炼 人品要好 这是神找人 一个人经历重重苦难 人品没问题 可能老天会赏饭给他们吃 给他们这个文领 这类人一般都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村者居多 而且他们收费都是随意的 随心的 他们可能默默不闻 就在哪个小村庄里 附体周期可能几十年 也可能几年 这样的人说实话 总体是准的 但是也会有不准的时候 也是正常的 神仙也会出错嘛 并且待在一个人身上越久 这个人的灵气越到后面就越少 预测失误率就会大 对了 他们被附体前妻往往会与常人或者平常自己不一样 一般会有些中邪的感觉 有的渡劫成功 变成功 有的过不了这个坎 可能就挂了 事实不过如此 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怕和玄幻的 最后小万再啰嗦一句 鱼龙混杂的命理圈 这样的大神不多 时针不多 很多人包装自己是什么什么转世 小万想说一句真的是什么大神转世 他们是不会告诉世人的 哪个神仙会这么高调地告诉别人自己是神仙 那他不是缺心眼吗 这么高调的人无非是想让别人信服他 做他信徒 供奉他 一阴一阳 伟之道 我们生活都离不开阴阳 阴阳才是王道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阴阳之中谈和畏惧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